哈囉大家好我是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是12月中旬 2023年已然進入尾聲 今年我們一起經歷了很多 有頻道急速的增長 還有我第一年在義大利的生活 和我跟男友身份的轉變 多了一年 多了些許的智慧 就讓我們再來一次 歲末年終Q&A 第一題如何培養自信 其實這個問題 真的是我每次只要有Q&A 就一定會被問到這一題 大家是覺得我這個人看起來 是不是自信心爆棚 但我要跟大家說 其實我也不是從以前就是這樣 我也曾經經歷過一段 唐厚他人自信心非常低落的時期 如果你有興趣請去聽我的配卡詞 不過今天想要來和大家講講 我自己覺得自信心成立的 最基本的要點就是自律 你今天試想 你今天給你自己的承諾 要是自己都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要讓人有多麼的失望 自己是不是也會越來越不喜歡自己 明明調了早上9點的鬧鐘要起床 還是一樣睡到中午 明明說好今年開始 每一天都要冥想10分鐘 卻從來沒有一次做到 發願一個禮拜要去健身房三次 結果會費繳到現在一次都還沒有去過 永遠是言語上的巨人 行動上的癌子 就這樣成為了一個負面的循環 對自己有什麼期許 沒做到讓自己失望了 進而覺得反正我也做不到 也不需要有什麼目標了啦 越來越爛 覺得自己就像一坨爛泥 自己也不喜歡自己 那我們就要不要讓這個循環變成是一個這麼負面的嘛 我們就拿原子習慣這本書裡面 他就有提到說 當我們在設定未來的目標志向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設一個很宏觀很偉大 好像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 我們要從我們人生中呢 最小的事情開始做起 你想要去健身房是不是 我們不用每一天都去 我們先設定一個禮拜去一次 一次20分鐘就好 你想要早起是不是 原本12點改成早上11點的時候起床 當你開始慢慢做到這些改變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我也是可以的嘛 我越來越厲害 變成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當你今天11點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有遵守到這個小小的對自己的承諾 對自己的這個自信心呢 還有這個正向的好感呢 就會越來越增加 這樣子呢 我們就會有越來越大的目標 越來越大的改變 進而呢 就會越來越喜歡現在的自己 而造就了我們的自信心 這一點呢 是我自己今年比較深刻的感覺到的 2023年最感謝的人 其實要感謝的人呢 真的還蠻多的 那不然我們就謝天吧 不過有一位呢 我真的要特別拿出來講 那就是我的剪輯師 我今年大約是三四月開始 有長期配合一位剪輯師 幫我剪頻道上面的影片 那如果心細如你呢 應該有發現 剪輯的風格呢 稍微有一點點不同了 而且現在呢 有字幕 有時候還會有動畫 還有字卡 今年有剪輯師之後呢 真的是可以把我比較主要的經歷呢 都放在這個創意發想的這方面 感覺也更有效率了 果然 請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是正確的 而且再說一句題外話 我真的很愛我的剪輯師 因為他真的沒有要跟我聊天 你知道就是我丟給他東西 他就是OK 收到 沒問題 然後有一次我就跟他說 可不可以幫我剪這支影片 也得加集一下 因為我要趁熱度 你想我講那麼北蘭的話 通常別人就是會稍微說個一句 或什麼兩句 就是跟你在那邊閒聊嘛 沒有喔 剪輯師也是說好的 兩個字而已 我真的是覺得 喔天哪 真的沒有要跟我聊天 我真的很喜歡 很有效率啊 也不delay啊 然後有什麼說什麼 可以就可以 不行就不行 我真的 今年想要特別給我一個剪輯師 給他一個讚好嗎 今年爆紅的感想 其實今年這樣子算爆紅嗎 我不太確定 不過的確頻道是有很大幅度的成長啦 其實我覺得這一趟旅程可以讓我學到最大的一刻呢 就是 隨時隨地都做一個準備好的人 你不要想說 機會來了 我再努力 沒有 你在那之前要一直一直一直努力 等到機會來了 你剛剛好 水到渠成就一把抓 不過呢 我在這邊還是要很感謝 就是各大新聞媒體啊 轉發啊 還有就是你們的分享啊 等等的都是讓這支影片 最後現在好像是有50幾萬觀看吧 真的是有點超乎我預料之外 有沒有認識十幾年的閨蜜 10年後才發現她的真面目 決定不再來往的經驗 那是我今年最大的課題 像失戀 其實我覺得人都是會成長會變的 有時候以前很好 不代表未來也一定都會很好 人呢在成長的路途中 有時候就是會走遠 有時候會走失 那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我們不用太放在心上啦 不過聽起來好像是說這個閨蜜呢 有一些就是 行為讓你不太能夠接受 可能有一些陷害啊 或是有一些其他 讓你覺得說 是有點對你不好的行為 那我覺得 你應該要慶幸 幸好你發現了 再來我們有一個 真的失戀的人 因為遠距離 還有機會複合嗎 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想要複合 你們兩個之間 停止遠距離了嗎 還是你們兩個之間 原本要分手的原因 已經被解決了嗎 不然你再去考慮這個 複合的這個選項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喔 只是出於心靈上面的不捨而已 那你如果因為不捨 就要去跟他複合 那相同的問題還是存在 那我覺得你們請尊重彼此的選擇 有些朋友真的該保持距離 但無法避免生活中又會有交集 該怎麼做 三個字 界限感 跟這種朋友呢 不用稱為朋友 那個只是生活中認識的人 那就是需要有交集的時候 我們有交集 關起門來之後呢 井水不犯河水 點到為止 怎麼拒絕朋友一直邀請我去上能量課 他是我的振友 也想分享快樂 但我真的不需要 你就把這句話 直接原封不動 和他說就可以了 朋友與朋友之間呢 既然你都說是智友了 誠實為上策 不要在那邊假信心 不要憋那些什麼 有奇奇怪怪的理由什麼的 真的不需要 既然他是你的智友 他就不會因為 你不想要去上能量課 這麼簡單的事情 而被冒犯 給20歲出頭 剛畢業 對未來迷茫 沒有動力 沒有方向的人 一點建議 來 我告訴你 沒有人知道自己在幹嘛 每一個人都在事 你還年輕 還有本錢 才剛出社會 盡情的去犯錯 盡情的跌倒之後 再爬起來 盡情的去學 不用在乎別人的想法 不用再煩惱 別人是不是會笑話你 你以後呢 會學到的 都是你自己的 會開始開啟其他團購嗎 這個問題真的不是我說的 不過想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有關我的團購的這些東西 就是我的團購的東西 一定都會是我自己親身試用 然後至少兩個月以上 然後真心推薦的東西 我才會團購 因為呢 其實說實在的 今年流量起來之後 有很多團購的商品 都會邀約等等那類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也不太想要把我的Instagram 或是YouTube頻道 變成是一個團購台 我還是想要秉持著說 我自己真心有使用 覺得很好用 很值得推薦 很想要推跟大家買的東西 我才想要 糾團購 像是這個NEOFLAME的鍋具 我就是第三次 跟他們家開團購了 這個NEOFLAME的鍋具 是我的第一檔團購 但他們家首先 顏值都非常的高 所以煮起飯來 就是很開心 我個人比較建議 買淺色的鍋子 什麼顏色都很配 再來呢 就是他們家是陶瓷不沾鍋 又是無毒的 因為不沾鍋 大家都知道會有那個 TEFLIN 那那個就是有刮到 或什麼用太久 它其實就是要太換 或者是它會釋放 那個毒性出來 那我這個人這麼養生 這麼注重 就是美麗的外表 吃的東西也要是無毒的 所以呢 NEOFLAME他們家 我用了一年多了 真的用得很安心 然後他們家這一次呢 新出的這個是 呃 JUJU系列的 那這個JUJU系列 有一個 玉籽燒鍋 有沒有 這個鍋也太可愛了吧 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呢 很適合買這個玉籽燒鍋來 當作呢 是玉籽燒鍋 或者是小炒鍋 然後另外一組泡麵鍋 上面有蒸籠的那一款呢 只要是單人住宿的話呢 你買這兩個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可以包辦了 但是你要是情侶同住啊 你們的煮飯的需求量 會稍微多一點點的話呢 可以帶這個JUJU系列 迷你系列的 它的那個份量呢 不會太大 但是呢 兩人份 我自己覺得完全是剛剛好 這一組呢 是我弟 還有他女友呢 目前正在使用的 也用的非常的開心 另外呢 如果你是像我阿嬤一樣 我阿嬤這次也要購入 上次我幫她買的一組 她很喜歡 推坑她朋友 所以這一團呢 其實是為了我阿嬤揪的 它呢 要比較大一點的容量 來一加四五口的那一種的話呢 以前呢 我是團購Bella 那個系列的 不過那個系列呢 已經停售了 所以呢 我這次又加了另外一款 叫做 香草雪酪系列 那那一款呢 它就是容量比較大一點點 如果是有家庭的人啊 那一款就會比較適合 所以這一款 Neo Flame 鍋具的這個團購呢 進行中 另外第二檔團購呢 是我自己 Fontanelli包包的團購 我前幾天呢 已經有直播了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點這邊 那這一次呢 主要呢 就是我們要推我們這個 限量新色 日牛油果綠 然後還有新的 小尺寸的 另外呢 大的和小的後面呢 我們都新增了一個 這樣子可以放信用卡的卡夾 有沒有很實用 所以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也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itspaypay.com 怎麼看英國提高工作簽水準 讓很多人留不下來 現在打工度假簽在Harris 工作薪水不多過得艱難 其實英國自從脫歐之後 他們對於移民人口的限縮政策 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減少 那其實這個 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沒有太大的驚訝啦 那另外 對於在Harris工作薪水不多過得很艱難的話 我只能說 在倫敦它是一個 只要你願意熬 你的薪水跟你的職位 其實可以升得很快的一個地方 畢竟它是一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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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的環境 但是呢 必須要勇於表現 也要勇於去爭取的人呢 才能夠拿到這些機會 所以呢 就是 個人造化囉 接下來想把自己 YouTube定位在什麼方向走 其實我沒有想過要 特別去經營一個 什麼樣定位設定的一個頻道 我其實就是想要分享 我自己想要分享的事情 例如說我有興趣的精品包包啊 然後或者是我自己的 異國文化的觀察見解啦 還有我自己的看法 一千萬種不同的小想法 等等那類的 所以我想未來就還是會 朝這個方向走吧 拍片心境對於頻道規劃 那會有新計畫嗎 其實我覺得頻道的內容啊 其實就是觀眾的喜好啊 還有創作者自己的想法啊 還有或者是有時候 有一些廠商的一些偏好等等的 我們之中去找尋一個平衡點啦 雖然常常有人說 不要被流量綁架啊 等等那類 但我自己必須要老實說欸 就是流量比較差的影片啊 真的拍起來 弄起來就比較沒勁 就說到底 這還是一種能量的交換 我今天拍了一支影片 如果有人看 有人留言 有人跟我互動的話 我也會覺得比較有趣啊 那今天沒有什麼人看 沒有什麼人留言 然後好像也沒什麼就是熱度的話 我就會覺得比較無聊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還在尋找這個 不要被流量綁架的 這樣子的 嗯 的一個心境啦 不過如果大家有什麼 特別想要看的主題啊 或是特別喜歡看什麼樣類型的影片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說 對派粉的支持感言 然後還要爆哭的那一種 我覺得要爆哭我沒辦法 但是我想要謝謝大家 就是不管是你看我頻道很久的人 還是今年才認識我的 都是因為你們讓我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很多時候呢 我會出去體驗很多不同的文化啊 或是活動啊 或是想要拍片啊 等等的 都是因為我有一顆 想要和你們分享的心 那你們給我的feedback 例如說像是 告訴我 我的影片幫助你們很多啊 或者是我的影片很好笑啊 或者是看我的影片 覺得很療癒等等的啊 有時候就是 很讓我充滿能量 讓我又更想要再去 開自己的眼界啊 去看更多的事情啊 去嘗試不同種的東西 讓我可以繼續和你們分享 所以說到底 其實今天會有這樣子的頻道呢 都是因為你們 所以呢 還是要跟你們說一聲謝謝 為什麼離開英國呢 搬到義大利有換工作嗎 過了一年 這個問題我終於可以回答了 其實那時候在疫情期間 英國不是有封城嗎 那時候其實我和男友 就萌生了這樣一個想法 就會覺得 我們真的不想要住在大城市裡面了 因為你想那時候在封城期間 住在倫敦有什麼好 商店都沒有開 然後呢 也不能出去吃飯 外面就像是做一座大大的龍牢 鋼筋水泥土 我們那時候就心裡想說 如果我們住在鄉下 有一棟自己的房子 外面有花園 養一隻狗 然後還有游泳池的話 我們哪裡還怕什麼封城啊 我們就在那邊享受我們的好日子啊 反正大家都是遠距離工作嘛 所以這個想法就從那時候開始萌芽了 但是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到底要搬去哪裡 到底是要繼續留在英國 還是要搬去其他的國家 那一直到後來呢 是男友拿到了一份在義大利 還不錯的工作 那他也決定要搬來義大利 所以呢 後來我們兩個經過討論之後呢 才決定 好 那我們就搬去義大利吧 那至於到了義大利之後呢 我當然是有換工作啦 原本在倫敦做的是一份 在投行文書的工作嘛 那我來到義大利之後 現在就是全職的創作者 會覺得離開倫敦等於 佔別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朋友圈很可惜嗎 當然 其實我離開倫敦最想念的就是我的朋友 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就此消失在我的生命中 只是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 繼續維繫我們的友情 而且其實在倫敦大家都已經很習慣了啦 人就是來來去去的 很少人呢 會一直一直一直待在倫敦 只不過這一次呢 我是那個離開的人 會想說服男友幾年後一起搬回倫敦 或是搬去其他國家或城市嗎 其實我沒有特別想過說 未來一定還要再搬回倫敦 就是當然如果有這樣子的可能機遇 也是可以啊 但是我沒有一個執念 就是我未來一定還要再搬回倫敦 那至於其他國家城市 我都是保持著一種很開放的心態 就求來就打 從英國到義大利這段期間的心情感受 其實我一開始真的算是還蠻眷戀以前的生活的 因為就是自己的舒適圈嘛 跨出舒適圈的時候 總是感覺比較沒有那麼適應 不過呢 其實我覺得人總是要向前走啦 那搬來羅馬也是我們兩個之間共同的決定 所以呢我想要至少試試看 而且其實說實在 你們有聽過我Paycast的人就知道 我當初呢從紐約搬到倫敦的時候呢 也是極度不適應 也是好不喜歡倫敦 好想要回去紐約 但結果後來還不是 就是就適應過來了 過了就過啦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只是一個過程啦 不用太沉溺於自己的情緒裡面 關於求婚配當時的心境 感覺和想法 好啦沒有follow我Instagram的你呢 就是我男友終於求婚了 我們常常都有在討論 我們對於未來的規劃 前一陣子我阿公過世了 就有點又催促了 我想要趕快 就是把這件事情定下來的這樣子的心情 但是呢我男友又一直 還沒有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後來就給自己設了停損點 就是到今年年底為止 但是我後來發現 就是我自己的心情 變得有一點點陰晴不定 有一點點小小的不耐煩 就是你們知道 當你在那邊等等等的時候 就會有點覺得 我看你還是要弄多久 所以我決定呢 要在我到達那樣子 有一點苦澀 有一點點生氣的心情之前呢 我要先和她攤牌 所以有一天早上呢 我就和她攤牌說 所以現在到底想要怎樣 然後她又有點嚇到了 我就跟她說 你就是 就是對於我們兩個之間的未來 到底有沒有規劃 然後呢她才終於歡歡的 就是說就是她已經有想好了 那這個禮拜呢 我週末我會出去吃飯 然後呢她會再好好的跟我問這個問題 所以最後呢她是在 嗯那個羅馬的萬神殿面前 那時候我就看到萬神殿 我在那邊拍照的時候 她就跟那邊給我架相機 然後跪下來跟我求婚這樣子 然後旁邊的人就說 恭喜啊 鼓勵這樣子 所以就這算是我們求婚的過程 那如果你想要聽更多的心路歷程啊 請記得 Stay tuned on my paycast 怎麼知道就是這個人了 其實我跟我男友兩個之間 我不是那種一見鍾情 然後馬上就覺得 蛤 你是我的Mr.Right 一切都非常的right 我們是有一點點就是 生活中經歷了很多的事情 我發現 欸 她是一個 我可以交付自己的人 然後未來有什麼樣的難關呢 只要跟她在一起 我都會覺得有信心 然後也可以一步一步的 去克服這一些的難關 如果將來走到結婚那步 會想辦婚禮嗎 還是純登記就好 嗯 我自己是覺得 儀式是我一定要辦的啦 但是要不要登記 我覺得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欸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很不想要政府管我的事情啊 所以我覺得我結婚 我也不想讓政府管 新婚蜜月想去哪裡玩 或是下一個想要去旅遊的地方 新婚蜜月你們要不要猜猜 我們要去哪裡 給你們一個提示 非洲 身材很好 想要知道健身菜單 間接性斷食 和一個禮拜游泳四次 每一次呢三十分鐘 未來還有可能再回去奢侈品品牌工作嗎 恩 我目前沒有這樣子的計畫欸 不過未來的事情很難說啊 Who knows 好啦 這就是我們2023年 歲末年中的Q&A 希望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未來如果也想要一起問我問題的話呢 請一定要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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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